在那个地方 当神登上宝座 悦纳我们的敬拜 你想这一位满有慈爱 满有怜悯 满有恩典的神 祂岂不是愿意把所有的都给我们 是不是 中国人的父母都很努力 很努力做什么 很努力的赚钱给儿女用 父母都舍不得用 通常父母都用刺激的 都可用那种堪用的 儿女都用高级的 是不是 弟兄姐妹 如果你赚很多钱 给那些我们没把他管好 没把他照顾好 不堪的人 你不是很冤吗 你不是很无奈吗 是不是 哎呀 一辈子这么辛苦 就看他坐在家里 也不出去工作 就这样花 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钱是努力赚来的 是不是 所以 我们的神 他绝不浪费 为什么要他要拯救我们 好让我们才能领受他的祝福 领受他的恩典跟生命 当我们得着他的生命 我们要成长 为什么他要我们追求 他要我们把心放在上面 我们就知道这是宝贝 越知道是宝贝 我们就会越珍惜 今天我们太多让我们的儿女觉得 这不算什么 所以他们一点都不珍惜 所以 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来跟神谈 跟神谈 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 越知道神的恩典 就越多献上感谢 越多献上赞美 越多献上敬拜 另外一方面 来跟神谈 我现在讲一点 听神的 祷告是跟神谈话 千万不要只是讲完就走 我们去见一个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亮光的人 然后我们去跟他说 我可不可以来跟你见面呢 好不容易约好了 然后去跟他见面坐下来 讲完 拜拜 那不是很可惜吗 是不是 我们应该说 有没有什么劝勉的话 阿们吗 你有什么要修正我的 有什么要教导我的 请你说 我愿意听你的 就是 我们以前每一次去亚特兰大去找我的师父的时候 都是这样 我最近如果有机会回到台湾 有机会联络到周神柱牧师 我就会去找他 无论半个钟 无论一个钟头 我就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告诉我 然后时间到了 有别人来了 我就拜拜了 我就回去想 他刚刚告诉我什么事 我们去老名的牧师的教会 一方面我英文不太好 所以我就尽量少开口 我尽量听他说 然后有机会我就打电话给他 那时候在台湾打电话去美国很贵 没有网路电话 但是我们同工说牧师没有关系 你的电话费教会付 你需要打长途电话就打长途电话 后来他到阿根廷去 我就有一点舍不得 因为一分钟五十九块台币 那很贵 他们说没关系 因为你每一次打电话你都会得到益处 你所有的通讯费用教会付 因为你需要 所以我的电话费每一个月都好几千 但是很值得 永远没你相信吗 用钱能解决的事都是小事 这是每一个人都会讲的 但是碰到要用钱就变大事 特别是别人用钱 那是事情更大 哎呀我总是打电话跟他谈 然后最后 我说还有没有什么你要说的 然后他总会留下一句话给我 那些话总是给我非常大的祝福 不只是留一句话 我总是会很清楚的把那句话弄清楚 因为我英文不太好 所以我 我一定要弄清楚 免得我听错了 这种几天 圣殿这几天 你除了聚会好好听到以外 可以好好敞开我们的心 对神说 神啊 请说 仆人静听 其实你在高尔夫球上 高尔夫球场 已经要开球了 如果忽然间神对你说话 你就先让别人先开球 把那句话先记住 再上去开球好了 因为那是宝贝的 神 有好几种说话的方式 特别在这个时代 他已经把关乎救恩的真理人 所能了解的都启示在圣经里面 所以好好地读圣经是一个办法 但是千万不要只是存着一种 要把圣经读守 为什么 因为我来教会 我这些前辈 这些学长 都读圣经好像很熟的样子 事实上不一定 所以我也要赶快把圣经读守 兄姊妹 千万不要只是存着 要把圣经读守的心情 而是请说仆人静听 神啊我读圣经 可能我只读一节 但是如果你透过这一节 对我说话 也够了 因为神的话 句句都带着能力的 所以好好地读圣经 是一个办法 但是 平良心说 自己能好好地读圣经 读得懂的实在很少 或者说 这也是神要我们谦卑的办法 就是要我们受教 从那个读得懂的人来教我们 慢慢地教我们会读 所以如果你很渴望从圣经领受神的启示 一定要好好地把握 可以学习去领受神话语的机会 千万不要只是一种心情说 我很渴望神对我说话 所以我很努力地读圣经 可是就是读不太懂 我相信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神会告诉你说 你很努力地读圣经 但是你要去受教 让那些读懂比你懂的人来教你 我不要只是很骄傲地以为 我好好地读 神就一定会启示我 神会启示你 但是神常常要透过别人帮助你 就像没有一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说 你们都不用管我 我能够自己找食物吃 因为我很渴慕吃奶 我非常渴慕 而且我胃口很大 所以爸妈你们都不用管我 我自己会长 没有的 比如前书说 一个人刚信主要爱慕纯净的灵奶 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奶从哪来 从妈妈来 至少要从奶妈来 要嘛要从母牛来 对不对 你总要有奶 而且你还找不到 还要别人拿来 所以灵奶也是一样 你总是要到 有奶的地方去喝 所以 神说话 圣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 而如果你真的渴望神的话 你就看准在你身边哪一个对圣经的真理真的很了解的 不是很熟悉圣经而已 而是在分享圣经确实有天上的亮光 有天上的启示 这样的人对你来讲是宝贝 你应该好好跟着他 那你就可以听见神的话 而每一次从神来的话语 都会对你成为一个新的启示 然后你会发现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话不只可以引导你 供应你 而且这些话渐渐会形成一个有系统的真理的系统 成为你生活行为的准则 而你会越活越不一样 神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说话 因为神是全能的神 所以圣经也提过 他可以透过驴子说话 他可以透过鸡来说话 他也可以透过仇敌来说话 所以呢 我们的心必须常常保持敞开 当神说话的时候 我们要听见 那我也相信神乐意教导我们 慢慢能够分辨 耶稣基督快来 也有许多从仇敌来的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错谬的说法 我昨天已经提到两个 有许多的人 在这历史上已经好多次 讲说耶稣要来了 你要到哪里去迎接他 所以你要变卖所有的 反正耶稣要来了 所以你的财产都不需要了 所以通通奉献给我 然后我带你去哪里去等耶稣 这个绝对是错的 因为耶稣要来 什么时候人不知道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 不是变卖所有的 来奉献给恩友堂 盖礼拜堂 然后所有人通通来住在恩友堂 不是这样 而是 四件事 第一个就是祷告 那我刚刚提过 祷告的 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圣经 圣愿我们把这一段圣经 在离开这里之前把它背熟了 彼得前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第七节到十一节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事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祂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来唱一次这首歌 可能比较容易背 好吗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我们要 今生之首 哦今夕南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因为爱能遮掩论 许多的罪 我们要互相宽散 不发怨言 各人要遮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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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掩论 各人要遮掩论 各人要遮掩论 外谘言 他不是说你们要谨慎自首 然后谨醒祷告 而是说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醒的祷告 那他这词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 你会不会有点困惑 在我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 就有宣教士会觉得 在台湾的宣教士感觉到 很奇怪你们这些台湾的传道人 为什么一跟爸爸讲话 枪掉就变了 平常我们讲话很正常 但是一祷告就声调提高八度 然后非常快速的 像机关枪一样 因为我们以为这叫做 迫切你知道吗 祷告要迫切 所以就话语就要很快 然后在话语讲不出话来的时候 就祝啊 祝啊 祝啊 你有没有发现 有许多时候祷告是这样的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祷告 祷告既然是谈话 你就先弄清楚你说了什么话 你阿们吗 丢子妹对神说话不可以胡言乱言 所以为什么传道书说 来到神面前不要急快速的 太快的就发言 丢子妹 你在公司 做老板的可以快速发言 做员工可不可以快速发言 做老板快速发言 员工也没办法很无奈 你是老板啦 我也不能顶你啦 我顶你可能就麻烦啦 做员工的不可以咧 我相信每一个做员工的都知道 对着老板你最好谨言慎行 你哪一天想爆发 你就必须有一个预备 你要被炒鱿鱼 我们来到至高的神的面前 当然你说他是我的天父啊 对爸爸讲话乱讲一通也没有关系啊 当然啦 我们黄恩光是可以乱讲 但是黄恩慈就不可以啦 恩光一岁多恩慈是二十岁了啦 你说为什么弟弟可以我不可以 为什么就这么简单啊 你自己也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啊 是不是 所以刚信耶稣的人祷告 讲来讲去我们觉得他祷告不太属灵 神都应允他呢 那这种来教会久的人 就觉得话一定要修饰得非常的恰当 好像很属灵的样子 那没什么效果呢 你用什么耶 祷告跟神谈话 所以你对神说 你要先弄清楚 神啊我现在是在对你说话 千万不要落入一种教会 祷告文化里面认为祷告就是这样 祷告是跟神谈话 我们在跟任何一个人谈话 我们都要非常清楚我在说什么 除非在某一种情境 你实在是整个人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 那那是特别的情境 但是许多说那种特别的情境 有问题不大 像使徒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 然后就说主啊如果那个事 如果真的是你让我走过去 彼得耶稣说什么来 彼得真的跳下船就走过去了 然后走到一半 他发现风浪这么大 信心失去说要沉下去 然后彼得就急了 主啊救我 弟兄姊妹 你即使睡觉都要背得这四个字 主啊救我 但是事实上只要你认识神 甚至有一些人对神还不是很认识 他要沉下去他都会说是 神啊如果有你的话救我 神都会救他 但是平常谈话的时候不是这样 你也没有要淹死 为什么要那么大声喊呢 为什么话要那么急呢 对不对 两夫妻坐在一起谈话 为什么要讲话那么激动呢 除了吵架以外 如果是在沟通 何必要提高八度呢 就慢慢讲 所以谨慎自首 警醒 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 你要常常保持你头脑清醒 你的心灵是 身心很平衡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你所讲的话 是出于你理智思考过 负责任的话 我们来跟神祷告是 讲负责任的话 我不要只是 哎呀神啊求你复兴泰国 神说我愿意复兴泰国 但是你也不愿意听我的猜前 我不要不要 猜牧师去就好了 那你不是要复兴泰国 复兴泰国需要多一点人呢 你祷告弄清楚你在祷告什么 这叫谨慎自首 警醒祷告 神他愿意荣耀满同载 我愿意 那你要不要 他要 神说我的荣耀要降下来 但是我要降在顺服的人身上 神啊我祷告让他顺服 然后你荣耀降在他身上 我坐他旁边 沾一点边就好了 谈话 要说负责任的话 庸子妹负责任的话 都是深思考过的 不是随便冒出来的 这也就是 为什么 即使我们的祷告会都像敬拜一样 因为只有人真正进到宝座前 在神的同在里 我们的身心是最平衡的 我们头脑是最清楚的 那个时候的话语 都是负责任都不随便的 甚至在那个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跟神谈话 其实不是我要对他说什么 而是他先知任我的心 所以我把我的心敞开 我领受 然后再好像有一个回馈一样 那是奇妙的 那是甜蜜的 祷告 是跟神谈话 有一些人读诗篇会觉得 有点困惑 就是大卫的诗篇 有一些诗篇实在不太熟练 因为他好像在咒诅人 真的 甚至把他的仇敌 在神的面前数落一顿 神竟然把他放在诗篇里面 在圣经里面 这就有意思了 他说冤他的太太做寡妇 我们当中属灵的人都不敢这样祷告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没有那么属灵 我们里面气得不得了 但就憋住 憋到不行了 就把对方给骂一顿 然后说我是出于爱心的 大卫 他就到神面前说 神啊这人可恶自己 这人人不要让他活着 可是呢 我不敢杀他 圣经有没有这人人 有一个人叫四美 他多次给大卫找麻烦 大卫落难的时候 他就落井下石 这人叫四美 记得吗 大卫一点都不敢碰他 但是他就来到神面前说 让他早一点死 为什么 如果要让他太太变孤儿的话 他一定要早死 变变寡妇的话 要让他儿女做孤儿 他要早死 他如果不死 他太太就还是不是寡妇 我是王 王为什么不能把他处死呢 尤其他是犯了 冒犯君王的罪呢 旁边的人都想把他杀掉 只有大卫说不要 不可以 但是大卫就来到神面前说 神啊 其实我也受不了他 虽然我是王 但是我运用权命 只能在你许可底下 你不杀他 我也不能杀他 但我不杀他 我就很难过 所以求你杀他 你如果不杀他 我也顺服啦 我也相信你留他是为我的益处啦 所以我还要赞美你啦 是不是 这叫什么 这叫情愫 弟兄姊妹 跟神谈话 如果你学会情愫的话 你的EQ一定比较健康比较强 这就是用心理学来就是处理情绪 情绪管理 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情绪管理的专家 就是要学会跟神谈话 把你里面的情绪倒给神 神会是一个最成熟的父亲母亲 接受儿女所有的情绪 他会是一个情绪处理工厂 把他处理之后出来 成为再生能源 让你又得着祝福 又有力气 快快乐乐 所以当他面对世美的时候 他里面就没有说 饶恕他 然后有一个很阴险的笑容 不会 饶恕他 这是神透过他坐在我身上 为的是让我更加的卑微 好让神可以抬举我 头脑非常的清楚 弟兄姊妹 如果你情绪没有好好处理 你常常会处在头脑不清楚的情况 因为你的头脑常常被你的情绪驱动 而你以为你冷静 其实是不冷静的 所以 如果你头脑不冷静的时候 最好的做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来处理你的情绪 好 让你的情绪处理之后 让你可以好好的祷告 包括为那你所很痛恨的人祷告 兄姊妹 你一定要学习为你痛恨的人祷告 为什么 因为许多时候那个就是跟你睡在一起那一个人 许多时候你最痛恨的人就是你的配偶 许多时候你最痛恨的人就是你的父母 别人的父母都对孩子好得不得了 只有我爸妈这么啰嗦 我的孩子常常说 为什么我同学有这个有那个 你怎么都不买给我 我说你可不会去告诉同学的爸爸说 你可不会收我这儿子 因为好像你比我爸爸还好 你怎么喝不得了